很多女士花很多錢買產品 都是為了令到皮膚裡面的膠原蛋白多一些 但有沒有想過如果膠原蛋白太多的話 都可以是一件危險的事 那分分鐘就命都沒有 講的是這種就叫做硬皮症 英文叫做Scaroderma Scaroderma就是硬,Derma就是皮膚 這種病就顧名思義 皮膚就會變硬了 但這個病其實不只是單單影響皮膚 它可以影響很多內臟 很多重要的器官都可以影響到 主要的問題就是血管慢慢就會收窄 血液循環就不通了 從而刺激到一些製造膠原蛋白的細胞 我們叫Fibroblast Fibroblast這種細胞就會做太多膠原蛋白出來 膠原蛋白大家聽就聽得多 究竟它是什麼作用呢 人體有很多不同的細胞 一堆一堆不同的細胞 但一堆堆細胞你怎樣撐起它 你用一些有彈性的網狀結構 將這一組一組的細胞 就撐起來才行 情形就好像大家買大菜糕吃 大菜糕本身是一條一條的結構 開了水之後就凝結了雪凍了之後 形成一些彈彈彈彈的啫喱狀 有一個柔軟程度在 硬皮症這種病主要問題就是 太多膠原蛋白就做了出來 想像一下大菜糕買回來乾的絲 就落得太多 水份很少的時候就有什麼後果 大菜糕太多的話 那些支撐的組織結構太多 大菜糕就越來越硬 越來越沒有彈性 這種病其實跟我們上次講的 紅斑狼瘡症或者類風濕關節炎 那些病都是歸一類病 這類病有個特色 女性真的比男性多很多 那麼多數發病的時間 都是青臟年的時候開始 那麼剛才講過了 它有一個問題就是 血管就慢慢就不通了 那麼很多時候就會表現 在那些手指那裡 或者人式腳趾都有 那麼就有那種叫做雷落肆現象 就是有一個Vanus Phenomenon 那Vanus Phenomenon 我之前都講過了 那麼簡單講就是 手裡面的血管 對於溫度改變變動的時候 它就收縮得太過厲害了 那些血就完全流不到 落個手指頭的位置 那麼整個手指頭 初頭就會變得白了 那麼白了之後 隔一會兒 沒有血到一段時間之後 那些組織不夠氧氣 就會變得好像藍藍色 那樣瘀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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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三個階段 通常是循環 間不中又來 間不中又來 長期都出現這樣的現象 慢慢的手指頭那些地方 那些組織就開始壞了 所以大部分這些硬皮症的人 都會試過手指頭那裡 就會起些瘀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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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的更厲害 就直接整個手指頭黑了 那些組織就沒有了營養 壞死了 有些時候是厲害的 我們叫做Auto Amputation 就是說它變黑了之後 那些組織壞了 自己掉下來 也算沒有到那麼極端的地步 因為它長期就是養分不夠 營養不夠 不夠血液的話 那這些手指頭呢 就慢慢會開始退化 变得很尖,指甲会坏了,甚至整个脱了 除了这些血管的问题,例如硬皮症 硬皮症一定会影响皮肤 如果影响面皮,慢慢会发觉皮肤的面皮 就好像拉紧了,拉到扯得很行 扯行到一个地步,看下去就好像叩叩叩 因为它拉得很行 皮肤里面的胶原蛋白太多,就没有了弹性 就好像变成恐龙皮 嘴周围,刮都不开,因为扯得很紧 嘴刮开的程度受到限制 厉害那些吃东西都吃不到 如果没有,刷牙,刷牙刷下去都会有问题 太多的胶原蛋白,其实不只是影响皮肤 因为身体其他结构,包括内藏 都靠这些蛋白质来支撑起来 所以比较危险的就是影响肺 影响肺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影响肺里面的血管 那些血管就会慢慢变成血压高 即是肺的动物就会血压高 肺动物血压高慢慢的压力太大 就会令到心脏腐化太重 就会变成心脏衰竭 除了说里面的血管血压高之外 发现那个组织也会慢慢就纤维化 那就会开始透气就会出问题 很容易就气蓄了 再者它也都会影响整个那个消化度 譬如说食道、胃、腸都会影响到 如果影响食道胃的 最常见就是胃酸倒流 因为食道胃又硬化了 如果不是怎么动 胃酸就很容易涌回来 都是那种胃酸倒流的病征 比如火烧心 如果影响肠 肠动得少 肠里面的正常细菌 就会生多很多 所以这些人就很容易 就会容易长期吐射 慢慢演变成为营养不良 另一个大问题 它也会影响肾 如果影响肾的话 大家要知道肾不只是排尿 它在控制我们的血压也很重要 如果硬皮症影响肾脏的话 通常病征就血压突然爆高 超级高 而且会突然肾衰竭 排不走毒素排不走尿 这种病治疗方法 现在也不是很理想的 因为原理应该和红斑狼瘡 都是一些自我免疫系统的问题 就是说免疫系统不知怎样受了刺激 就不断攻击自己身体 就令到身体发炎 发炎之后 就形成一些纤维组织 通常治疗方法 都只是医到病征而已 有点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就是说如果肾有事的血压高 吃些药会让肾脏的血管放松 如果胃酸倒流那些 又是吃那些制胃酸剂 减低症状 所以胶原蛋白这种东西 其实跟世间上很多东西一样 太多又不好 太少又不好 刚刚足够其实就是最理想的 幸好这种病病不常见 大家又不用太过担心 那先说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这些影片的话 记得留言 点赞 订阅 订阅的时候 再按下小钟 祝大家圣诞快乐 六新年进步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